你打卡,我打卡 很多公共屋邨都成為打卡的熱點 是好事,只是壞事 我覺得打卡文化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會令人有推動力去走這條屋邨 我是William 我的興趣就是拍攝香港的公共屋邨 William拍攝公共屋邨已經超過20年 現在已經拍攝了超過20萬幅香港公屋的相片 去年更加因為這張天梯相片 得到國家地理視頻的獎項 拍攝的場景就是沙田的月明邨 早前更推出一本香港公共屋邨的圖片集 我覺得公共屋邨的吸引之處就是 建築線條很獨特 雖然William並沒有住過公屋 但小時候所居住的居屋附近就是沙角邨 博康邨和月明邨 不時都會被媽媽來到屋邨賣相或玩 我是由90年代中開始拍攝屋邨 主要拍攝什麼呢 就是拍攝快拆的屋邨 好記得就是我婆婆以前住在洗字區 但是當我再拿這部傻家相機 去上翔山的時候 我發現那裡大廈已經拆了 而我只能拍攝附近還未拆的大廈 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遺憾 為了彌補這個遺憾 亦因為數碼相機的興起 William拍攝公屋就愈拍愈多 亦愈來愈有研究 除了建築的外形之外 慢慢會留意一些關於生活的東西 一些人的生活畫面 甚至是一些很簡單的視覺藝術 我通常去到一條屋邨 主要是用輕便相機 因為在屋邨拍照 很多時候都要到處走 我要走很多路 所以盡量自己都會輕鬆些 另一件事就是用輕便相機 可以拍照的時候低調些 令到自己融入社區 我覺得打卡文化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會令到人有推動力去走一條屋邨 但很多時候走到屋邨 我們就去找回相同的構圖 即是好像Copy&Paste 找回那個位置就像摩托安神 我通常去到一條屋邨的時候 會首先找一下有沒有哪些背景 我覺得自己是吸引到我的 而且我覺得它有潛力 可以成為一個好的構圖 但當我找到這些畫面的時候 我就會再想 有沒有什麼故事性可以加入這個畫面 如果現在只是其中一層有人融洞 如果我再等 等到多幾層 畫面更豐富 William說被決在於等 他亦都等到2018年 才集齊香港所有公屋的相片 有一條屋邨在沙頭角 需要禁區子 很開心 今年初有機會拿到禁區子 終於可以拍完這條最後的公廣邨 其實拍攝的公屋已經超過20年 會不會覺得又重複遊滿呢 很多時屋邨每隔幾年 就會出現一些變化 譬如是外觀上的變化 可能它經過翻身之後 游了另一隻顏色 又會是一個推動力 令到我再去探索這條屋邨 九屋邨始終都會擦射重建 新屋邨亦都會落成 William覺得新屋邨規劃雖然很完善 但少了以前的靈活性 例如新屋邨的建築物 你見到那些走廊味的冷行位 都加上鋁窗 因為怕撇雨 整濕走廊 但在九屋邨來說 一些冷行味其實都是鐵枝 所以在九屋邨看到靈活性 居民會利用冷行的鐵枝 來浪衫曬屁 但相反新屋邨來說 很難再找到這些城市 紙箱去東京 深入東京小社區奧涉谷 更加散策油深度推介 搜羅隱世美食熱碟 立即上紙箱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免費下載